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成为压压羽绒服首席代言人 国民品牌压压羽绒服和年轻时尚的裤盖合作啦 作为有50年历史的老国货品牌 压压羽绒服来头不小 是中国第一件羽绒服制造者 是中国持名商标 国家重点保护品牌 拥有很高的国民度 王一博作为潮流裤盖 顶级爱豆 这两年更是在电影界大展拳脚 今年又拿到了金鸡奖提名 用作品和实力让大家改观 王一博独特的气质 可以轻松驾驭各种造型 各种单品在被王一博上身后 也变得更加潮流 高端 大气 这种气质也让他成为国货品牌潮流化第一人 王一博自身特制 潮流裤盖 时尚icon等标签 将改变品牌固有的大众印象 提高品牌影响力 让老国货焕发新生 王一博拿下压压首席代言人 备受国货亲爱 声音量与销量飙升 11月8日 我们国货品牌压压官宣 王一博成为首席代言人 这也是王一博再度喜提至高头衔的一个代言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在娱乐圈中 一起绝成的存在 顶端级别的存在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对标的存在 断层式的存在 再加上王一博成为Z世代中 形象俱佳 一位上交给国家的男人 频频亮相众多大型重要的公开活动中 成为了门面担当 国民度的提升 也让王一博成为年轻一代中的翘楚 这次王一博拿下压压品牌首席代言人 这个头衔是压压品牌全系品牌 也就是认可了王一博的至高地位 这更是品牌与代言人的一次强抢联手 实现共赢的一次合作 对于品牌形象和年轻化的转型 都有着很重大的影响 作为我们的国货品牌压压 开头可不小 作为中国持名品牌 也是我们国内首进羽绒服的企业 成立于1972年 压压羽绒服对于我们而言再熟悉不过 大部分人都是穿着压压羽绒服长大的 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羽绒服企业 也是行业内的领头羊 国民度普罗大众 其实这些年压压一直在拓展国外市场 品牌年轻化的升级 需要一位兼具海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明星 才能更好的实现价值的提升 无疑王一博士优选 他的出现适应了这个时代 身上的特性更具有国际化 身上运动时尚前卫 多元化的特质 更适合品牌的调性 王一博从未拘束于一面 敢于挑战突破自己 引于开拓 专注于热爱的事情 跨圈带破圈的实力 这种特质 备受国货品牌的喜欢 很多人都发现 国货品牌对于王一博亲爱有加 从安踏到红里 从台零到百雀零等等 王一博赋予了品牌更新的蜕变与出圈 在当下 国内品牌寻求品牌突破与适应大环境 求新求变的同时 更注重国货品质和创新 让国货发光发彩的同时 也能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压压选择王一博 无疑是相信他能够携手并进 彼此成就 让压压更具有竞争力和时尚潮流感 成为年轻一代中的中流砥柱 王一博坐拥千万粉丝 这是货真价实的 并非春捧的虚拟存在 消费能力向来不是春意出来的 这可是真金白银 凡是王一博同款 都是鸟眉的节奏 年轻人喜欢王一博的穿搭 也成为共识 中捧他的穿衣风格 自然会带来消量热潮 早知道王一博身上不到有高收的香料儿 多数一致 贺利基群 也有逐渐潮流前线化的安踏 就是因为王一博把他们的穿出自己的特色后 从生量到消量 实现了双赢 才让更多品牌都迫切希望能够和王一博合作 反观王一博 代言更是拿到手软 但是他选择的逐渐走国货之路 让国货出圈 让自家品牌走出国门 更多是的 他没消耗自己的流量和这份火带来的红利 让自身价值增值 王一博达成品牌方两个要求 压压品牌全球代言人即将官宣 压压即将正式宣布成为王一博的第23个代言人 而且他通过展示多种才艺 包括唱歌、跳舞、滑板等 并加入了0805等多个元素 来向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 在压压品牌已经有同意亚 赵路作为品牌代言人 陈哲远作为时尚代言人 陈美作为温暖信业代言人 周毅然作为潮流代言人 万兮作为品牌大使 陈牧驰、王贺润、陈奕涵作为品牌挚友的情况下 王一博超越了所有人 成为压压品牌全球代言人 其实信息想来并不奇怪 如果品牌方不给予唯一且最高的称号 又怎么可能请到王一博呢 就拿王一博与工资解约之后的情况来说 许多运动品牌都希望能够邀请王一博担任代言人 在安踏公司表达了最高的诚意后 尽管自家已经有全球代言人 但他们还是给予了王一博全球首席代言人的头衔 用首席这个词来证明王一博比其他全球代言人更具权威 压压是一家经过50年发展的国产品牌 也是中国第一家生产羽人服的企业 他们以评价的方式在羽人服行业取得了领先地位 甚至曾以国理的形式向外宾赠送产品 作为本土品牌 压压用了四年的时间 在互联网上实现了销售额翻倍的壮举 现在更是成功签约了王一博做品牌代言人 这背后的执行团队无疑是充满勇气和策略的 说起国货 很多人认为他们朴实无华 但是当他们邀请王一博代言后 他巧妙地将潮流元素融滑板 街舞和摩托车融入到服装中 而且无论是款式还是配搭都十分自然 没有一点突兀之感 这种时尚 个性 年轻化的感觉瞬间协一卷而来 在许多情况下 品牌方希望寻找代言人的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品牌的销售额 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提升自家产品的知名度 而巧合的是 王一博绝对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品牌方的要求 王一博一直以来的商业价值都很高 令人赞叹 而且很多时候 他合作的品牌并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首选 在官方宣布代言之初 他甚至遭受了不少人的讽刺和嘲笑 比如说 当时有人对他代言台龙电动车嗤之以鼻 认为这部应该是一个顶级明星应该代言的产品 但是台龙电动车让王一博在亚运会上成为亮相率最高的艺人 每当亚运会的运动员夺冠时 总能看到王一博的身影 能有多少人有机会在央视频频出镜呢 所以 如果想讽刺王一博代言国货而不是国际奢侈品 就省省吧 这个品牌是中国第一个将自家与人服带出国门并成功销售的真正国货 吸引了近70位国家领导亲自前来视察和指导 选择与王一博强强联合的品牌 不是普通人可以嘲笑得动的 我们期待王一博与压压在合作中创造出独特的火花 同时也希望他能为品牌带来更多时尚元素 使得我们的国民品牌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 又要加入一个全球品牌代言的队伍了 不知道王一博的黑粉丝们是否会在家里气得暴跳如雷呢 只能说 有才华的人会变得更出色 让我们期待看到他们的表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